HELLO,我是Chris 我是Bronny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保妝 其實很多人都留言給你們 或者inbox給你們問 如何保妝,不會一塊塊 為什麼我們會一塊塊呢? 因為現在天氣很熱,收溫又大 皮膚除了變得乾之外 都會很容易溶妝 而且變得很暗 因為可能粉底有點氧化了的情況 其實很多女生保妝後 為什麼會覺得很厚重 乾紋有紋,細紋都出來了 那些情況 其實因為他們做少了步驟 令到那個底妝做出來的效果 不夠乾淨和很厚重 今天都想給大家一些提示 等保妝後感覺很乾淨 好像剛剛化完妝一樣 其實保妝呢 我們一開始一定要印乾散面上的油脂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面油脂 或者是紙巾 其實印乾淨面上油脂很重要 因為用妝通常都是因為油脂出 然後你那個底妝開始不貼 或者浮粉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這個步驟做得很好 那當我們印乾淨面油之後 我們可以在上粉餅之前 就先加一個保濕噴霧 一來呢 幫皮膚加一些水粉 而且也可以減低皮膚 之後因為缺水而冒油 再溶妝的機會 那不如留意一下 選擇這些保濕噴霧 一定要選擇一些噴出來很輕身 比較冒面一點的 還有就不要選擇噴出來水珠很重的那種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一張紙巾 壓回剛才的水和你原本的底妝 這個步驟非常重要 是因為你這個步驟可以令你的底妝 重新貼闊你的皮膚 之後你就可以再上粉餅 那上粉餅也是要留意一下 上粉餅的時候是按壓地上 而不太拖 因為當你拖的時候 就很容易把你本身的粉底液移走 變相就會有一塊塊的情況 其實至於眼妝溶了 或者是完全脫掉粉底液的眼袋位置 其實我們都需要用遮瑕膏去保護 在做遮瑕膏補妝之前 其實我們要把一些融化的眼妝抹掉 其實你只要準備一支棉花棒 然後你撒一點遮瑕膏 可以在硬底的位置 抹掉所有的髒的位置 其實再上遮瑕膏 那效果就一定是最漂亮的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或者眼妝特別多的那些 那你就可以破一點點粉餅 那定妝了 嗯 那其實這兩個問題 都已經是大家最擔憂 和最常問的了 那如果你真的有其他問題 你千萬再投入和留言給我們 那還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嗯 好的 拜拜 嗯 一樣 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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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